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咱们这期老理说车 今儿呢咱们来趟江苏延城 是个啥车呢 吉利银河L7 这次呢其实是吉利银河L7的首次动态实驾 但是跟之前常规的铺装路面不同 这次我们是在中气联的专门的测试基地里边 厂家摆了很多专业的这种科目 来详细体验一下这辆车的动力啊 底盘操控啊 包括舒适性 因为也加上这辆车之前 咱们做过详细的静态体验了 所以这次咱们把更多的聚焦在它的动力上 还有一点呢 咱们今天也顺便来聊一聊 大家之前一直关心的问题 就是高端产品应该体现在哪点 因为之前可能咱们去评判 这个产品高不高端 这个车值不值得卖这么多钱 更多是聚焦在配置的数量上 但车辆的基础 它的动力上的技术的含量 这个大家可能并不是了解 所以今天咱们来聊一聊 吉利英和L7这车的技术含量 到底值不值高端 到底值不值买这么多钱 咱们先来说说基础层面 吉利英和L7呢 搭载的是吉利的雷神电环8848 就是它最新的一套三档DHT的混动系统 系统的总功率呢是287千瓦 峰值扭矩呢是535牛米 以CLTC标准来算的话 它的最大的续航可以做到1370公里 那今天上午呢 咱们其实主要体验了三个项目 一个是零百的加速 还有100到0的直动 包括绕桩还有迷路测试 首先咱们从加速感受上来说 这辆车官方的零百加速的成绩呢是6秒9 但实际上呢我们凑出了6秒4的这么一个好成绩 做到这个成绩首先是一点 强大的这个整个系统的功率 还有扭矩 毕竟数据在这呢 还有一点就是电机的高效 它的高效的反应速度 以及它高效的运转效率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在整个车辆的加速过程中 表现是非常非常线性的 在电机大油门给出来的时候 你能体验到电机给你的那种强烈的那种推背感 整体的加速非常的畅快 而且呢 这辆车的运动模式是带有弹射功能的啊 那这个是我们说在暴力加速的时候 那在常规加速的时候呢 吉利银河L7呢 它明显在60公里的区段是一个坎 当60公里之后 发动机就介入了 如果在60公里发动机就介入之后 你依然采用大油门 这辆车甚至能出现前轮的扭计转向 就足以证明它的动力非常强大 说完加速呢 咱们再来说直动 今天吉利银河L7 它的100到0的直动成绩 现场最好做到了36米4 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成绩了 而且在连续踩几脚之后 刹车的距离没有明显的衰减 这个主要是得益于 它第一采用了意大利ITT的赛车级的刹车片 还有一个就是包括低膨胀的一个软管 这些小的这些技术 来提升它的这个直动 包括还有骨头翼的英尺F1的轮胎 这些都是能够明显提升它的刹车成绩的 那接下来呢 咱们做的是绕装和迷路测试的实验 在绕装实验过程中呢 其实吉利银河L7这领车 它的悬架标定是主打舒适的 这个舒适来自于哪 一个是来自于它的座椅 包括厂商宣称的棉花糖座椅 它的填充物的柔软度 还有一个就是来自于避真气弹簧的软度 让它能够吸收路面很多的这种细小的振动 但是当如果说我们在绕装 甚至在迷路测试 需要遇到比较大的车身的测径的时候 它的悬架还有橡胶尘套的硬度 能够支撑得住 也就是说这辆车在跑山路的时候 不会发生来回左右的这种测径 那今天呢 我们也做了一个迷路测试 从厂家最好的成绩来讲 那是75公里过去的 这个对一个紧凑进SUV来讲 绝对是非常出色的成绩了 那上午呢 咱们体验完了 加速制动绕装迷路 下午呢 其实在厂地上 厂家铺了一个1.5公里的一个城市道路的一个体验区 这个体验区呢 主要就是体现出 吉利银河L7 它低速的一些驾驶的特点 比如说啊 在狭窄路况需要轨弯的时候 得于它的DP ESP的电动株力转向 包括还有它的线控底盘 然后这辆车在狭小的路况 非常好掌握 它的方向盘基本上半圈 就足以应付了 这是第一 第二点就是它的转向指向性是非常精准的 包括在我们上午做绕桩的时候 当车辆进行S型的高速的转弯的时候 你能够明显感知到前后车轮的位置 还有前后车轮的那种非常丝滑的循迹性 这个就是一辆好车的底盘的标定 那随后呢 咱们又进行了一个所谓的相对的恶劣路况的一个体验 包括凹凸路啊 包括快速的经过减速带啊 还有这个不规则的这个水泥路 在这个方面其实主要强调的是车辆的一个舒适性 首先第一个还是座椅 座椅吸收了路面大部分的振动 那第二个什么呢 还是底盘橡胶衬套 还有底盘的这种刚性的调教 那这辆车在快速都路过一些勾坎的时候 它的悬架不需要太多次的回弹 就能够让车上各位 比如说一次到两次就可以了 这个在你实际乘坐中 是能明显提升你的感受的 所以说吉利盈和L7这车 无论从它的基础的动力层面来说 还是从它的底盘调教来说 都体现出了厂家的用心 对吧 它确实从整体的体验上来讲做到了同级第一梯队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重点 在我们这个大白棚子里 今天厂家展示出了整个车辆的底盘 包括还有电机 它甚至摆出了一个竞品的电机 咱们通过对比来展示一下吉利盈和L7 它的电驱技术是否先进 包括它的底盘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 好吧 咱现在进棚的聊聊重点 那首先咱们来看看吉利盈和L7的电机 首先就是这个电机的限速 它非常有利于电流的传导 还有一个就是在限速上没有什么焊点 那这代表什么呢 第一就是它体积更小 第二它的传导效率更高 它在传导的时候 能更多的降低能量的损失 那这个啊 是同级别采用单档混动的热门产品的电机 来看看它的设计 还是采用非常传统的这种限速结构 而且它中间有很多的焊点 因为电机这个技术可能说的太深的话 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直观 但就是这种设计 首先它的传导效率就没有银和L7那么高 而且它中间的损耗也会更高一些 这个就是技术上的差距 那当然这个看的可能不是特别明显 咱们再来找一个例子 也就是IGBT模块 这个对于电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模块 应该是把机身度过轻轻化做到极致 来自于日本 它可倒是得太看了 IGBT模块是一个生人下 我们现在再来拿那个净品的IGBT模块 总共延三个啊 来对比 大家看明白了吧 第一个是重量 第二个是小 第三个 小的这种模块 也能够进一步提升 大家可别看这两种IGBT模块 它是真的成本 差的不太大 那这个呢是吉利银河L7的PCM背板 这个还是那辆竞品车的 大家看一眼电路板上的电容集成度 双层的 中间带铝的材质加固 这个看上去是不是稍显落后 所以从刚才这几个小的电机技术差异 吉利银河L7在它的雷神电混8848这套系统上 真的是不稀成本 从这两套系统来看啊 就能明显的感觉出来 这个堆料狂膜 这个 降本增效 那接下来呢 咱们在这里聊聊底盘 聊一聊吉利银河L7 它为什么它的驾驶质感也能够做到很高的水準 首先就是ECMI平台 这套底盘来自于欧洲 欧洲车的研发的经验和标准 就是要保证车辆的行驶稳定性 包括高速的行驶稳定性 今天这个焦机特别有意思 它展示出了这套底盘轮距之间的可伸缩的距离 还有它的轴距之间的可伸缩的距离 前卖不去后多连杆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搭配模式 那我告诉你它为什么好开 第一还是来自于动力系统的高度的集成化和轻量化 1.5T的乌龙端发动机 包括上面的控制模块 还有减速器集成的偏电机 集成度非常非常高 再往后就是它主打的神盾电池 也就是前些日子在网上经受着8毫米针刺实验 无奇火的那块电池 还有跌楼实验 这块电池它里面其实是一个景字形的一个结构 它同样是集轻量化和效率为一体 包括它与车身连接的 它有一个叫四宗四行的这么一个设计 它保证了一定的强度 这也是为什么这次试驾上 厂商让我们去体验了一些相对恶劣的路况 都是源自于电池组中间的这个加强的结构 那再往后呢 就是咱们这次聊的车辆基础的驾驶感受了 标准的后多辆杆的一个旋轿形式 关键是它的橡胶尘套 在这 这些关键位置这些尘套 它的硬度是相对始终的 同时它的后逼人气是相对较软 这个再通过一些细节的这些优化 就能够为车辆带来出色的驾驶感受 当然了 这是和整套电机系统的高度集中化 还是那句话 轻量化 是密不可分的 就刚才咱们说 吉林和L7在它驾驶的时候 对车身的姿态保持的非常好 第一个是悬架形式 第二个就是相交参套 什么是相交参套 就是这儿 这儿 这些都是 好多人有印象说 德国车开起来 动动 底盘过减速卡的时候 就是因为它 那有的人可能觉得这车底盘特别散 就是不整 还是因为这个 就是这么个事 那对于吉林和L7的候选家来讲 有一点也值得一聊 就是它的后减震器里边 有一个叫副位缓冲弹簧 那这个副位缓冲弹簧 它可以在 比如说当车辆遇到下沉路 踮起来 人的身体可能会离开后座的时候 它的弹簧在拉伸的时候 可以归位到它的正常位置 这个就大幅的提升了舒适性 还有一点 这种设计也能非常的明显的减少晕车感 就是这一个细节 其实同级别很少有抽用这个配置 因为你平常看不见 其实吉林和L7这两车 我们说在同级别的DHT混动产品里 它的成本投入是比较高的 比如说从它的电击技术的应用 包括它的底盘神针电池 对吧 它通过高科技的搭载 作为基础 再通过气质的优化 带给你非常出色的体验 而且它的出色体验 不仅仅体验在动力 还有其他方面 比如说一车NOS车机 带来的真正的秒级体验 在你对比它的同级产品的时候 这种细节反应 带给你的差距 是非常非常大 这个其实就是一款好车 应该有的体现 也是现在我们说你 希望看到这块 所以如果你对吉利银和L7感兴趣 等等它的价格 只要你能接受 这车不会让你后悔的 那好了 咱们这期节目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 咱们下期接着找车聊 那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 好 咱们上期再见